明天就是马六甲州选的提名日了 负责采访的呆南目前已经在马六甲了 所以更多的马六甲州选消息 请留守呆南的最新选情账报 那虽然沙州选举也要到了 但是还没有任何的详情 也不是要谈论它哦 好了 说了那么多 其实今天要谈的就是 已经尘埃落定的日本选举 还记得呆南上个月的承诺吗 至于日本众议院选举 超过议会任期的众议 如果你们有兴趣 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要来谈谈是 11月1号已经出录的 日本选举和他特别的选举制度 日本的老牌状党自民党 和他的盟友公民党 在众议院的465席 直接挂走了293席 真的是牢牢掌控了议会的绝对多数 而且当时自民党就单独赢了261席 简直就是超过议会的一半了 那虽然这个成绩是比上一届的2017年的276席足足少了15席 或者是烧了安倍晋山的官环 有这样的成绩 对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岸田文雄来说 整体结果比预期好很多了啦 那已经很厉害了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想想看安倍晋山已经当官了那么多年 而且都是连续打胜仗 想必光环是有多么的大吧 要安田文雄追平实在是有一点难啦 这样已经很好了 那至于执政党联盟少掉的席位 是不是流到了立宪民主党和共产党 等等五个在野阵营联手的联盟呢 也不是哦 尽管立宪民主党的阵营集中火力 但是成绩却比上一届的选举结果来得更加差的 上一届他们获得110席 但这一次只有96席而已 那两边的阵营赢得的一席有所减少 那就代表有第三势力的崛起咯 两边的阵营和棒相争 反而让日本维兴会这个第三势力坐享渔翁资历啊 那从原本的11席直接暴增超过三倍那么多 赢得了41个席位的 那为什么炮火集中的立宪民主党和共产党不稳反书呢 那原因就是两党的性质和政见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要求民主 一个要求共产 那要怎么一起共事呢 因此有分析认为 两党合作的效果不佳 彰显了当地选民的政治成熟 他们考虑到两党是否真的可以一起合作 而不是一味的吹起反风的 那就来说说看这个收获满满的日本维兴会了 那单单看主要城市大阪的19个单一选区 就能看到日本维兴会在当地的魅力了 那维兴会上证了15个选期 结果至少有13个人当选了 那就连立民党推出当选7次的副党代表 石原青美也难以匹敌啊 就直接输给维兴会初次参选的这个 这个持下桌 那讲完了选举结果 就来看看日本的选举制度了 那和我国的形势有所不同 日本众议院的465个议席呢 是分成289个单一选区和176个比例代表 那单一选区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也就是选民直接用选票投下新属的候选人 那得票最多者直接当选 那至于比例代表选区呢 是选民对各政党进行投票 然后根据各党获得的得票数 按照一定的比例给各党来分配议席的 而比例代表制也是我国多个 寻求选举制度改革的组织 向往以及希望选举委员会改革的 其中一个制度 那根据日本放送协会的这个整个会整呢 这次的选举一共有1501个人登记参选 其中的857人是参与单一选区 那另外的194人是角逐比例代表的 还有一个小特朴的 只要符合攻占选举法的政党要件 那单一选区的候选人 是可以同时纳入比例代表的名单之内的 因此就算该名候选人输掉了这个单一选区 也有机会在比例代表 通过政党获得的国大 复活当选的 那好啦 讲完日本选举 就把焦点聚焦在国内了 代南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都会站在马路加州选的最前线 总之代南接下来都会在马六甲工作的 所以代南关注大小事 接下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形式呢 留守下一期 那最后想要问你的是 那你心目中的第三势力 又要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 那在底下留言和我讨论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哦 代南关注大小事 我们下期再见 Bye